今天幫他做的是那個11月份教育櫥窗的解答 我們這一月教育櫥窗有兩個題目 第一題是一個31歲的男性 本身是一個裝潢宮 那過去他身體都很健康沒有住過院 那在今年2月10號的時候因為左胸痛發燒 他發燒大概有快一個禮拜的時間 而且咳嗽有黃糖的情況來住院 那當天在急診罩的X關 他可以看他在左下肺有一塊Consolidation 而且合併有Puride Fusion 然後量還蠻多的 那很快急診就讓他住院住上來了 那住院之後的VinoCite大家可以看到 他很快在Consolid素資料之下 在一天內就退燒了 而且後面沒有再明顯的Pick出來 那我們也很快給他做了 Chess A.Hokai的Aspiration Chess A.Hokai的Aspiration在GrainStand下面 我們染色有看到GrainPositive的Basiline 那最後卡學出來是一支豔陽鋸 我們還有再提供細菌在GrainStand上面的染色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支GrainStand的Basiline 它在左邊GrainStand它看起來是藍紫色 所以它是GrainPositive的細菌 那看起來是Basiline 而且Flamented就是它有很多的分支 那大家注意看一下這個細菌 它在分支的那一條一條的 看到其實常常會有那個一點一點的 B底的的表現 那另外這一支細菌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它有Acifastate底下看起來也是Positive的 那這一題我們有幾個Keypoint 第一個是Occupation 這個病人是一個裝潢工 肝癌科很重要的就是要問TOCC這四項 就是病人有發燒 你要問他的旅遊史 Occupation Contact 跟Cluster這四項 那這個病人的工作是裝潢工 裝潢工可能會有一些職業上的暴露 有什麼暴露 比如說有機容器 或者是說他要拆一些舊的裝潢 那舊的裝潢可能像林口地區比較草溼 可能有發霉啊這些 所以可能有一些fungus 或者是一些比較少見的細菌的一些 aspiration的那個infection 這些也是要考慮進去 再來這個病人的病程 它是一個subacute onset 它已經發燒六天了 可是Vital sign stable 而且在治療之下的話就退燒 那再來就是Gran positive basilar 我們在臨床上幾個比較常見的Gran positive basilar 的細菌大概有我底下列的這幾個 像第一個Listeria 李斯特菌 但李斯特菌的特色主要是感染在小孩跟老人身上 那可能會出現一些meningitis 或是腸胃道的症狀 那第二個是Echinomyces Nocardia 再來就是腸胃道 Clostridium 或者是它是破傷風啊 這些感染也有可能 那最後一個corinibacterium 它是白喉感菌 那這幾個Gran positive 我們要把這幾個跟我們看到的那個image做一個比對 Gran positive basilar會出現branch的就是Echinomyces跟Nocardia這兩隻 那但是 Echinomyces Echinomyces 在Acephalstein上面是不會顯色的 它只有Nocardia會顯色 另外就是Echinomyces 它其實是個艷陽菌 所以這一題的當然很明顯就是一個Nocardia species的MPIE 那Nocardiaeus 我們稍微簡單簡介一下 那這個Nocardiae主要是一個四肢性的感染菌 它絕大多數三分之二以上感染的病人都是immunicompromised的病人 比如說這個病人是ESRD 有DM 或者是它是Oncology的病人 有在做化療 或者是HIV感染的病人 比較會出現Nocardiae的感染 那Nocardiae感染的部位 最常見的是Lymphadenitis 或者是一些Skin上面的蚊的有發現感染這樣子 那比較嚴重的就可能出現Branapsis這樣的情況 那Pneumonia主要是一些Expiration 吸入性的感染為主 那這個細菌的特點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它是一個Grain Positive Filamentis有分支的細菌 那會看到一些B底疊的 在染色上面會看到一些B底疊的表現 那本身是一個釋氧菌 然後Weakly的Acephalstein Positive 那身長速度比較緩慢 它的標準治療 在一些比較 Lazer Severe的Infection上面 我們標準治療是用Bakta 就是Trimethopin 的Sopharmetrosol Sopharmetrosol 那如果說是比較嚴重的感染 像是Brain Epsis 這樣子Invasive的感染的話 我們的建議治療就會用Bakta 再加上Infection 做Compensation 那如果這個病人對黃胺類的藥物過敏 或是他對Bakta有那個 沒有辦法Control的副作用 比如說像是嚴重的耳心呕吐 或是他出現嚴重的低血痂 或是腎功能變差 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不適合用Bakta 那不適合用Bakta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有幾個Alternative Choice 那在Severe Disease的病友 我們就會建議用Evipendent 加上Amikasin 那如果病人的病情類似Sopharmetrosol 我們可以考慮用Sopharmetrosol 或是Mossifloxacin 好 那我們第一題就結束在這邊 那第二題 第二題這是一個24歲的女性 這一次因為發燒兩天就診 她合併有肌肉酸痛、上腹痛、 耳心有吐含腹泣的症狀 這是在急診一開始抽血 那可以看到這個抽血的特徵 第一她換靠只有1800 其實是個瘤頭拼牙的情況 那她在WBC的Defensial Count上面看起來 主要是以Lymphosite為主 佔了50% 另外出現一點點的Altifical Lymphosite 那SEC佔了32%這樣子 那HVB的話看起來是11.2 就是Reality 反而是比較低 那另外比較特別就是 她還有一個Sopharmetrosol 拼牙的情況 她的血小板只有82 那其他的生化方面 腎痛感是OK的 Creninine level是0.45 那她的肝功能看起來有 Hepatitis的情況 那CRP相對比較低 只有3.53 在這樣的Picture下面 這個看起來就比較不像一個 Bacterial Inflation 那可能的Inflation 可能要考慮的就是Virus 或是一些比較少見的Typical Inflation上面 那再來變成另外一個Hink 就是她身上有出現的Skin Rush 這個Skin Rush有3個特點 第一個她可以看到就是 大片的潮紅狀的變化 然後合併有一些Papulo跟Moculo的那些融合性的紅疹 那這個解析度稍微差了一點點 所以大家要想像一下 那另外就是她的胸口 尤其是在鎖骨周圍 跟胸骨上面 可以看到一些紅紅一點一點的 看起來像PTKR的變化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她手上有一個 功力高深的掌印在上面 這個掌印壓下去之後就留在上面 這個叫做Blend Trouble Rush 那出現這個Blend Trouble Rush 我想應該答案就很明顯了 那這個病人的Keypoint很好用 回頭來講這個病人Keypoint 它第一個就是出現Lycopenia的情況 那Diffensial Couch看起來 主要是Lymphocyte的Predominate 那有出現Typical Linphocyte 還有Somocytopenia 那這幾個看起來像 比較像是一個Virus 或Typical Inflation 那加上Hepatitis 那另外就是病人還出現 Blend Trouble的Skin Rush 跟PTKR 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 皮膚在感染症方面有相關的皮膚表現 其實這是從教科書上面結錄下來的圖 Loloden 字又很小其實看不太懂 我稍微簡單很brief的跟大家解釋一下 絕大多數感染相關的Rush 都幾乎大部分都是Makio跟Popio的表現 但是Makio跟Popio的表現 其實有分非常多類型 有的Rush看起來會是Rimforms Geldy的 這可能就是一個 它上面還有一些脫血表現 這可能看起來就是 一個Fungus Infection 那也有可能它有一些其他 比較特殊的變化 那這個可能就是要再講 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也必須拜託皮膚科專家 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那另外感染症相關出現Vesicle跟Bullet 就是水泡這個情況的話 它相對的原因比較少一點 在Virus上面主要來說就是 Hervic Stimulus Virus 單純泡成病毒 或者是水痘的病毒 這就會可能出現一些Vesicle的變化 那在細菌上面大家最記得 最愛出的題目 大概就是這個海洋創傷骨菌 它會造成AQ的那個 Nacotis Infection 然後可能會有Hemorrhagic 跟Bullet跑出來這樣子 那另外一種Skin的表現就是Petechia 或是Perpera 這兩個都是跟出血相關的 但是基準不太一樣 Petechia是Somocytopenia的原因 那Perpera可能是Croagulopathy的原因 那一般會出現Petechia 會出現Somocytopenia的情況 大部分都還是以Virus Infection為主 那如果在細菌上面 像Niceria 或者是Styphiococlorus 或是其他有一些 比較少見的Tiple Infection 它可能會造成一些 凝血功能的異常 就可能會出現一些Perpera的表現 那尤其是 目前大家應該現在都看不到了 就是Niceria造成的那個 流行性腦末炎 它在非常酷悶的病人身上 可能在Skin上面 會出現一些Perpera的表現 那或是像Tasechia syndrome上面 那個Sophia cocus aureus 造成Tasechia syndrome 有的病人也會出現一些 出現蠻壞的表現 那當然這個病人很重要 我們都沒有問到它的TOCC 那因為這個TOCC給出來答案 就太明顯了 所以我就稍微嘗了一下 這個20多歲的妹妹 其實最近才去 他是在10月來住院 然後他在10月初才去台南玩 所以我想答案應該非常明顯 他就是一個登革熱的病人 那登革熱病人需要做什麼感染隔離呢 需要做的就是蚊帳隔離 那這個蚊帳隔離要隔離多久 蚊帳隔離大概要隔離到病人退少就可以了 或者是發病後5天 那我們等一下會稍微解釋一下 整個登革熱的病程給大家看一下 那今年那個日的疫情非常的嚴重 尤其在台南 台南的今年死亡率還是高過一般 我們世界平均應該有的死亡率 所以我們今天稍微特別花一點點的時間 跟大家解釋一下整個人 那希望大家在未來就是 病房降附病人take history的時候 遇到這樣的病人比較不會漏死掉 這是我們目前台灣全國的那個疾病的分布圖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上角 左上角哪一張 它是我們全國的分布圖 在左半邊它是2014年 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發病的時間 主要是在年中 大概在秋天開始 下接近秋 然後它主要是在 大概10月到11月會是高峰 然後後面就會降下來 不過就是 這個主要case是集中在中南部 每部在這時候已經變冷了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case 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peak特別的高 今年peak高 我們就要感謝台南市的貢獻 我們可以看到 左下角這一張是台南市的 今年的病例趨勢圖 那目前看起來 台南市的這一波疫情已經下降了 幾乎已經快要結束了 那但是在右邊上面跟下面的分別 是高雄跟屏東 這目前才開始要流行 目前的病例數還是非常的多 所以最近大家在問Triple History 不要再指紋太陽了 可能要問一下 有沒有去高雄 有沒有去評判這些地方 那登格勒俗稱就是天狗熱或斷骨熱 斷骨熱就非常好講 就是它的症狀就是 會有一些肌肉骨骼痠痛的變化 那它主要就是一個斑蚊傳染的 蟲梅傳染病 那碧梅蚊就是埃及斑蚊跟百姓斑蚊這兩種 那發生的地區主要就是在雅熱帶地區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上面 黃色的部分就是登格勒流行的疫區 那台灣也在裡面 大概就是以赤道衛中心 王牙熱帶分布這樣子 那整個東南亞疫區 通通都是疫區 所以有去東南亞旅遊啊 這個都還是要小心 那阿波Virus就是我們指的就是 以蚊子作為媒介的病毒感染症 那分成兩大類 上面這一大類是AlphaVirus 下面這一大類 Flavivirus就是所謂的黃病毒素 那幾個會出現在亞洲的疾病有三個 我特別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AlphaVirus的第一項 趨公鋼壓disease 這個叫趨公熱 它主要是發生在東南亞 被蚊子叮到 那它的症狀就跟登格勒有點類似 會發燒 會關節疼痛 會肌肉痠痛 可能會出現一些關節炎 那在黃病毒素有兩個疾病 一個就是紅色大家看到的那個登格勒 那登格勒就是全球都有啦 那它的疾病嚴重的可能就會變成 Dengue Hemorrhagic Fever 或是Dengue Shock Syndrome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亞洲會出現的就是第三個 就是Japanese Encerphalitis 是日本腦炎 那登格勒病毒主要分四個血清型別 當然它的GNO type還是有很多啦 那主要表現是四個血清型別 那主要在人類上面感染最常見的是第一型跟第二型 那只要感染過其中一型 就對所有有免疫力嗎 我想大家都知道這是不對的 它感染一型只對其中一型有免疫力 所以登格勒比較麻煩的是 你如果下一次感染到另外一個型別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有比較高的風險產生 登格勒中症的情況 因為T-cell Dependent Immunity 關係 它T-cell Intermediate 之後 你感染第二型 它可能第二次的 Immune Response 會比較複門的 然後就會出現這些重症的表現 那我們有些研究發現 第一次感染第一型 第二次感染到第二型的這一類病人 再出現登格勒中症的機會 會是相對比較高的一群 那可能有人問 那如果病人感染第三次或第四次不同顯性型呢 有趣的是 病人如果第三次感染的第三種顯性型 它出現重症的機會相對就會低非常多 所以第二次是一個 Critical Point 可能第二次得完之後 第三次第四次就沒什麼事情 那今年本土流行的型別比較特別 在台南這一波大的疫情上面 台南分離出來的病毒是第二型 那我們一般之前就 台灣之前流行的主要是以第一型為主 那今年高雄跟屏東流行的病毒主要是以第一型為主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有在討論說 台南這次的疫情會這麼嚴重 死亡率會比較高的原因 主要可能跟台南地區的民眾 可能過去是有得到登格勒 可能主要是第一型 那可能疾病的表現沒有非常嚴重 但這一次流行是第二型 就可能出現非常多的重症這樣子 那這是整個登格勒疾病的病史 那這個登格勒疾病的病史 我們看左邊那個小區塊 左邊那個小區塊 第一個我們指的那個0 是指標病例的發案 就是第一個病人發燒的那一天開始算 它的可感染期是發燒 或是出現症狀的前一天到出現症狀的後五天 這是它Viremia的時間 這個病人Viremia 蚊子去釘到它身上會感染 會取到病毒這樣子 那這個病 每一個病人就是它的潛伏 蚊子在釘到下一個病人 它潛伏期是3到8天 最常可以到14天 總共兩個禮拜這樣子 那其實蚊子不是馬上釘到病人 再釘下一個就可以傳染了 這個病毒在蚊子身上 繁殖也需要8到12天 所以我們第一個指標病例出現發病的那一波 到蚊子可以感染是 後面那個綠色區塊是蚊子具有感染力的時間 所以不是說第一個病人發病了 就馬上就是病人 再出現的病人 你可能要擔心它是不是境外移入 或者是在一個禮拜內再發燒的病人 要考慮它是不是境外移入的病人 或者是它其實已經有一波新的流行跑出來 它可能不是第一個病人的這樣子 那另外台灣斑文的分部 左邊是埃及斑文的分部 大家可以看到它主要都是在南部為主 那主要是在不帶以南 然後通通在集中在高雄啊 台南啊 屏東啊 然後在台東有一點點 那至於白線斑文的話 就幾乎全台灣都有了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典型登格熱主要的症狀就是 它是突發性的高燒 它不是陰色流史當世 它絕對是一個突然就燒起來 而且還會有嚴重trails這些表現 那發燒的peak可能有兩個 它只能病成大概會一個禮拜 它的發燒可能會一個禮拜 可是中間可能燒會先退下來 後面再有一個小小的peak跑出來 就像底下的這個圖這樣子 那它的症狀主要就是 我們剛剛講端骨熱啦 所以它會四肢痠痛 關節痠痛 那比較特別還有一個叫做 Retro-orbital pain 它的感覺呢就是在眼睛裡面 會有一個腫脹的疼痛感 跟頭痛不太一樣 這個可能是大家可以稍微 做Defensial的一個 那主要在大於19歲 還有女性跟再次感染者 比較容易出現這些典型的症狀 那它的rush 它的rush大概是在發燒過後兩三天 會開始出現一些rush 那它的rush出現的方式 一開始是臉跟胸口還有頸部 會出現大片草紅 就像我們剛剛那個病人的圖片一樣 那這些枕子在隔一兩天之後呢 就會慢慢開始聚合 變成一些populous或是maculous的表現 那再來就會出現 可能會出現一些pt gear 就像左下角這個圖 然後這個枕子是blanchable 大家記得它是一個blanchable rush 所以輕輕一打 就會留下一個功力很深的掌印在它身上 那它這個枕子最後在融合之後 會有一個特殊的表現 就是最右邊 我們講它是紅海中的白色小島 White Island Inresi 像它整片紅紅的 可是會看到一小塊一小塊白色的sparing的情況 那它整個病程呢 大家注意的是 它其實是在退燒之後才開始 可能會出現這些critical的sign 所以在identify登革熱的病人 在它退燒之後 可能還是要稍微小心注意個幾天 看一下病人有沒有一些warning sign的表現 那warning sign我們在後面會提到 那登革熱我們一般簡單的分類 在舊的分類上面 我們就看病人有沒有症狀 有沒有出血 有出血就叫登革熱 有出血就是 只是登革熱其中一個症狀 登革熱出血看的重點 其實不是只有出血這件事情 在登革熱上面 病人會出現嚴重的plasma的 它會增加那個capillary的permeability 所以會出現血加腎珠的情況 那它的hematocri 可能在短時間內會上升20%以上 那就是表示病人有那個 血漿勝出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就要小心 病人是不是已經進展到 Dengue的hemorrhagic fever 那如果再出現休克 就變Dengue shock syndrome 那目前WHO建議我們 病人分類的三個方式 我們把病人分三取熱 最左邊是A 中間是B 右邊是C 那左邊呢就是出疑似登革熱 或是它確定診斷是登革熱 然後症狀沒有非常嚴重 重點是中間B這一群的那個Warning sign 這幾個Warning sign包含了肚子疼痛跟壓痛 或者是Assist Vomiting 它出現一些Fluid accumulation的情況 譬如它莫名照蕾時光出現很多Purine effusion 或者是它出現Acytis 突然出現大量的Acytis的時候 或是它出現一些黏膜出血 這個黏膜出血其實見仁見智 如果它只是輕微的肝 bleeding的話 我們並不把它當作那個Warning sign來看 但是如果是它出現一些比如說Gastry bleeding 消化道 bleeding的話 這個大家就要特別小心 再來病人的conscious出現一些變化 比如說比較適碎或出現irritable的變化 還有肝皮腫大跟Hematocrye突然上升 或者是血小白一直下降都拉不上來的情況之下 這類病人我們就建議他住院治療 那最右邊呢就是我們發展成重症 譬如說它的血將伸漏造成shock的情況 或是造成Lung的Edema Primary Edema或是Massive Purine出現 造成呼吸窘迫的情況 或是它出現嚴重出血 那這個出血我們剛剛有提到 特別要小心 就是要特別定義一下這個出血的原因 就是定義一下這個出血的可能是什麼 Gi bleeding還是intracranium bleeding 或者是它只是肝 bleeding的話 那可能就不是中症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出現一些multipole跟failure 這些情況就需要住到ICU做緊急觀察 然後需要積極的fluid的resuscitation 甚至需要書寫 那主要就是跟大家稍微簡介一下 我們目前那個人在台灣的目前的現況 那請大家還是稍微注意一下最近的旅遊史 就是可能要不要只記得問台南了 我們現在的病例很多是從高雄跟屏東那邊過來 不過最近那個登革熱重症的疫情 其實已經慢慢在減緩當中 台南這一波疫情大概已經快要結束了 但還是請大家在遇到新病人的時候 還是特別問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稍微針對那個登革熱可能出現這些出血 還有出現說multipole要處理上面有什麼要注意的情況 尤其我們這個病人 CASE第二個這個病人 這個妹妹她在住院當中 血小板曾經掉到1萬出頭而已 非常的低 那我們一般大家熟知的就是 血小板如果小於2萬 spontaneous bleeding出現的機會 就相對會增加非常高 那這個時候病人到底需不需要輸血 我們在請求的地方 我們做一下EBN上面的review 嗨 各位醫師早 我是R旺旺旺生服 那我們這次要做的就是說 痾這出痾 痾痾痾有時候會在我們DenKey Fever屏 Carson的病人身上看到 那在他沒有什麼 major bleeding 的狀況之下 甚至沒有什麼生命危險的狀況之下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在他酸胞肺炎的時候 去 prophylactic 的去輸他的血小板 那我們先簡單的帶過一個 case 就是學長剛剛有提到的一個 case 那這個小姐叫做彭真宇 那也是一個十九歲的女性 那他本身是在台南念書的這樣 那 TOCD 基本上他沒有去哪個地方旅遊 然後 occupation就是一個學生 然後也沒有去接觸特別的一個族群這樣 那本身也沒有 smoking 啊 然後酒精啊 或是腳檳榔的習慣 那他這次來的主宿呢 就是他有一個 intermittent fever 然後都會燒到四十度以上 那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大概三四天這樣 然後另外呢他有就是發現說這個在四肢的地方會有一些紅症 那 Present units 的部分呢 他是在這個 9 月 28 號的時候呢 然後他突然出現一個頭痛 然後他主要是在兩邊的地方有一個雙冰 pen這樣子 然後他自己回憶是說有在這個症狀出現的前幾天呢 是有被那個蚊子咬到的 那本身是在台南念書的 那在隔天呢 9 月 29 號的時候他就開始發燒 然後燒到四十度這樣 然後有伴隨著一些這個喉嚨痛的症狀 然後因為他就是回台北回家這樣子 那回家的時候就順便去這個巴林寺的這個軍醫院去看病這樣 那在巴林寺就只有給他一些就是解熱症痛的一個藥物給他 那在 9 月 31 號的時候他的症狀就變得更嚴重 就開始出現一些 dry cough 然後全身痠痛啊 shoulder pain 然後甚至有 gum sweating 然後出現這個身上的一些症子這樣 然後於是他就在 9 月 31 號這一天呢 就去這個敏聖醫院去看病 那在敏聖的 在敏聖醫院就幫他驗了這個登革人 發現是 positive 的這樣 那就建議他轉診到這個我們醫院 所以在 10 月 2 號的時候呢 就到我們的急診來這樣 那在我們在我們急診的時候 vital size 發現他已經就沒有在發燒了 體溫是 36.2 度 然後心跳 84 下呼吸 18 下 那剛學的都是正常的 那脖子呢也沒有摸到特別的淋巴結啊 然後 JVP 也是小於 10 公分水柱 那心臟也沒有特別聽到有什麼 murmur 然後也沒有什麼心率不整的這個症狀 那肚子的話也沒有痛也沒有摸到 然後 Lever 或 Spring 有種大 那主要是他的身上有很多的 Skin Rush 那主要是在四肢的地方 然後是 Plentiable 的 但是是 Non-propable 的 這樣的一個 Skin Rush 的樣子 也很像 Patekia 這樣 那在急診的抽血呢 可以看到說 他抽的主要是肝腎功能啊 還有一些血球這樣 那主要 比較有異常的就是他的肝腸的指數是有偏高的 然後 血球的話是白血球跟血腳板是比較低的 白血球只有 1800 那血腳板只有 45000 這樣 那 HP 是沒有掉的 那而且 Coagulation 的這個功能也是正常的 那在十月號在急診照的 X 光 看到就是 當然心臟沒有特別大 然後兩邊的 Lung 當然稍微有一點 Inflation 但也沒有積水 然後 Dive Frame 的位置也是正常的 那所以 X1 並沒有看到特別的 Fighting 這樣 所以再來就是 呃... 就... 因為他血腳板比較低 就建議他住院觀察這樣 所以在十月號的這一天住院 然後... 我們在... 隔兩天就再抽一次血 那發現... 呃... 白血球是 2700 是有稍微回來 回升一點 那 HP 一樣是... 還是沒有低的 那... 血腳板呢 是在這一天 呃... 就掉得更多 本來... 本來有 4 萬多 那現在只有 1 萬 7 所以在這一天的時候 我們就輸了血腳板 12 U 這樣子 那他的肝腎功能... 呃... 腎功能是正常的 但是肝... 肝指數是有... 呃... 繼續往上飄高這樣 但是都沒有黃蛋的這個症狀出現 不過他住院的時候 大概就都沒有再發燒了 那... 在... 10 月 6 號的時候 又再抽一次血 那這時候 白血球又更... 呃... 更進步 然後... 呃... 血腳板也回到 10 萬以上 這樣 不過 ASD LD 都還是蠻高的 這樣 那不過這個 到 10 月 6 號這一天呢 他的... 症狀就進步很多 然後 Skin Rush 也... 呃... 慢慢消失掉 那一直到... 10 月 8 號的時候 基本上都... 呃... 白血球啊 然後血小板 都已經回到正常的範圍了 然後... 呃... 他的肝指數也慢慢往下降 這樣子 所以到 10 月 8 號這一天 比較穩定以後 就在這一天出院了 所以他中間的過程 就只有在... 呃... 4 號那天 血小板低的時候 有輸過... 呃... 12 U 的血小板 那他... 在當時也並沒有... 呃... 有明顯出血的這個症狀 或是說... 呃... 他的... 有一些什麼 GI bleeding 還是說... 有什麼... 呃... 比較... vital side unstable 的狀況 所以在這個... 呃... 我們在4 號的時候 有給他一個... 這個... 輸血小板的這個... intervention 這樣 呃... 呃... 我們這個病人呢 在... 血小板在中間有... 掉到這個... 1萬... 1萬7這樣 這樣 那我們通常是... 認為說... 呃... 我們小於2萬的時候 會有一個... spontaneous bleeding 所以我們通常會抓在... 小於2萬的時候 就會給他輸一個... 的這個血小板 那... 呃... 我們知道這個... 登革熱... 呃... 的病人在出現... 症狀的症狀 通常是... 這個... 可以自己恢復的 而且他的... Bone marrow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到底... 需不需要在... 登革熱的病人... 在有... 出現... 症狀的症狀 的時候... 去給他輸一個... Profilactyl的... 的... 這個... 那個... 血小板的... 因為當然我們知道... 輸血會... 有他本身的風險在... 那... 到底這個... 輸這個血小板... 帶來的好處跟... 壞處... 到底... 到底是... 有沒有... 對於這個病人的好處... 多... 呃... 藝術多在哪裡... 所以這就是我們... 接下來要討論的一個部分... 嗯... 嗯... 大家好... 我是阿文雄雄雲 那剛才... 王生物已經講了這個問題... 那我們... 我們... 慣用的那個Pico... 來把它拆解一下這樣子... 來把它拆解一下這樣子... 那... 我們的... 主權就是說... 那... 看看... 三個兒的病人嘛... 而且... 河邊有送... 或是Sight Opinia... 那... intervention的話... 當然就是... 我們要不要去... 做寫小版的... 就是預防性的做寫小版的... 就是預防性的做寫小版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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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簡單講一下... 我們... 就是... 文献搜尋的過程... 那我們是用... Database 用 PubMed... 的... 大家常用的... 資料庫... 對... 那... 那... Database 用... Database 用... Database 用... Planet Transfusion... 還有... Sight Opinia... 這幾個... 交叉去做... 組合這樣子... 那... 那... 最後我們... 就是... 找了文献... 比較多在... 這兩個... 關鍵字的... 搜尋範圍啦... 那... 那... 如果沒有設定任何的... 就是... 門檻的話... 那... 大概有... 70篇文献... 那... 如果把它... 限縮在... 五年內... 而且... 是... 比較... review 性質的話... 只有六篇這樣... 不是很多的... 文献... 那... 如果... 把它... 說在... 最近五年內的話... 就是... 有... 增加到... 39篇啦... 那... 結果我們... 挑了... 就是... 四篇... 我們覺得... 比較有幫助的文献... 兩篇... 水域 review 性質... 兩篇的水域後... 嗯... 進行的... 小型的研究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稍微先介一下這些... 嗯... study 的內容這樣... 對... 我們下面... 呃... 會介紹四篇study這樣... 那... 第一篇的話... 是... 在講... 有這個... Dengue Fever 的這個... 病人身上... 那... 是從... 2014年... 然後從... International Journal... Applied in the Basic Medical Research... 這個... 雜誌上面出來的... 那... 它是一個 review article... 但是它的裡面... 就是... 00... 種種的... 有很多的... 呃... 呃... study 在裡面這樣... 所以它的... 我們把它的... 證據等級還是... 列在 2C 這樣子... 那... 它先... 簡介了一下... Dengue Fever 這樣... 那... 它告訴我們說... Dengue Fever 的症狀... 從... 輕到重... 那... 有從... 它可能只是... 簡單的發燒... 然後到... 它會有... 會出血... 然後... 甚至到... 它血腔滲出... 然後... 會有... 造成嚴重的... Sharp 的 syndrome... 這樣子... 那... 這大概都跟它的... 這個... Capillary 的... Premiability 有關係... 然後... 甚至跟這個... 酸波塞的皮尼亞... 然後... 跟... Cogulopathy 都是有關的... 那... 不過有... 即便有這樣的一個... 症狀常常出現... 但是... 現在卻沒有一個... 呃... 非常好的... Evenant Base 的 guideline 告訴我們說... 到底... 什麼時候... 應該去書寫... 那... 什麼時候是不需要去書寫的... 那... 它告訴我們說... 呃... 很多的 review 都希望... 呃... 告訴我們... 呃... 書寫小板... 這個... 這件事情的一個定位... 到底在哪裡... 那... 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寫品... 到底在... Denny Fever 的這個病人身上... 需不需要去書... 那... 書的好處到底在哪邊... 這樣... 所以這篇的 review 它就去... 找了很多的 study... 在 PubMed 啊... 甚至在 Google 上面... 去搜尋了很多的 study... 去做一個... 做一個整理... 這樣子... 那... 一開始... Introduction 的部分呢... 它告訴我們說... WHO呢... 有... 呃... 在... 幫著 Denny Fever... 去做一個... blinding 的這個分類... 那... 主要看說... Denny Fever 這個病人呢... 有... 出血的這個... 危險性到底... 大不大... 那... 需不需要去住院去觀察... 呃... 但是... 它並沒有告訴我們說... 呃... 呃... 你低到多少... 需要去做一個... 做一個... 書寫的處置... 這樣... 那... 在我們這個... 這篇主要探討就是說... 你到底需不需要... 呃... 在... 呃... 沒有 major bleeding... 但是... 呃... 沒有 vital side 都是 stable 的狀況之下... 需不需要去做一個... Prophilactic 的... Platelid 的... Transfusion 這樣... 這樣... 那... 它... 擔心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說... 在我們書寫會帶來很多的... 呃... complication 可能會出現... 那... 即便寫小板... 也是會有一些... 呃... 書寫的這個... 後遺症會跑出來... 那... 甚至在有一些國家... 呃... 經濟能力不是這麼好的時候... 它希望減少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 花費這樣... 所以它建議你... 呃... 什麼時候可以去做一個... Prophilactic Transfusion 那... 當然它建議你說... 你要去看它的寫小板的count... 然後... 它本身的寫小板的功能... 好不好... 那...還有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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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狀出來... 那... 還有就是... 呃... 病人本身自己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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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不是完整的... 那... 有沒有辦法... 呃... 去幫助... 這個... 明顯的功能... 這樣... 那... 再來就是說... 它出現的... 這個病人出現的... 這些... 症狀到底嚴不嚴重... 那... 再來就是... 你就要去評估... 這個病人... 如果輸血的話... 帶來的risks... 有多大... 那... 這些都是我們要考慮... 一個病人... 需不需要輸血的... 呃... 一些... 我們要擔心的地方... 那... 再來... 他先定義了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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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呃... 你是在一個病人... 沒有很明顯的... clinica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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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 那... 他跟... 我們的... 這個... 是相反的... 也就是說... 你是在他... 沒有什麼... 明顯的... 出現的... 症狀的時候... 去... 給他輸了一個... 寫小板... 這樣... 那... 他... 他有講到這個... 在... 我們... British的Community... 然後... 甚至在... 印第亞的Government... 他們有... 自己去制定了一個guidline... 就是... 他告訴我們... 看到寫小板的這個地方... 他告訴我們說... 呃... 他們自己制定了... guidline... 告訴我們說... 小於兩萬呢... 呃... 並不需要特別的去... 書寫小板... 那... 小於一萬的時候呢... 呢... 可以考慮去輸... 這個... 這個... 寫小板... 那... 那... 當然... 前提都是說... 你... 並沒有一個... 的... shock... 或是說... 你本身有... 有... 肝硬化... 甚至說... 你在用一些... 服用一些... 什麼... 心臟的藥物的時候... 在這樣的... 情況下... 你才可以考慮說... 你小於一萬... 你都可以... 觀察就好... 呃... 那... 他在... 他有去... 呃... 有一些 study 有去看說... 在這個... Dengue Shock Syndrome的... 這個... 身上... 他去... 他去輸了... 那... 他發現呢... 就算你輸了... 他大概... 在... 平均... 算起來... 也就... 五個小時以後... 他大概... 又會回到... 又會掉到... 他原本... 輸之前的... 這個... 寫小板的量... 所以... 你輸了... 這個寫小板... 到底... 對他的幫助... 有多少... 就... 就... 很難講... 因為... 他的... 他的... 這個... Bleeding Risk... 反而是有... 呃... 明顯的... 顯著相關的... 所以他認為說... 你要去... 避免你的... Bleeding... 也許你去... 控制好你的... 這個... 避免他的... 這個... 避免他的... 出現... 反而是... 對這個病人... 是更有好處... 那另外呢... 也有一個... 另外一個 study 告訴我們說... 他去做了... 呃... 一組... 一組人去... 去輸了... 一組是沒有輸的... 那他... 也發現說... 我們的病人... 痾... 他的... 罷了 debugging risk... 其實是沒有明顯的差異... 那.... 他的 細分化的時候... 告訴我們說... 其實還是沒有很好的 study 去給我們來當一個Evenant Base 那他也說也要考慮到這個 Transfusion 帶來的一些 side effect 所以這一篇最後的集團跟我們還是要有更多的 study 來輔助這樣子 那第二篇也是一個 review article 那它是來自於新加坡做的一個雜誌這樣 是在 2011 年 那這一篇裡面大概有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也有 cohort study 那我們還是把它列在 1A 的 Level Evidence 那這一篇主要也是想要探討說 我們到底在 Dengue Fever 寫銷板有掉的時候 需不需要去輸一個 Prophylated 的寫銷板 那 Intrination 的部分呢 它告訴我們說 Dengue Hemorrhagic Fever 呢 它比較不像其他的 Virus 造成的 Dengue Hemorrhagic Fever 呢 有很明顯 很明顯的出血的症狀 那他甚至他認為說 Dengue Fever 造成的症狀 最嚴重的 我們應該要最擔心的還是他的 Shock Syndrome 就是他最嚴重的一個症狀出來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出血其實在 Dengue Fever 的病人身上 並不是我們最應該擔憂的地方 那 WHO 也有去將他分類 然後去告訴我們說 哪些病人是應該需要住院觀察的 那需要做治療的這樣 那這一篇呢 他也是去 review 了很多的 clinical 的 data 去希望告訴我們說 我們應該書寫的一個底線在哪邊 然後他去分析了這個書寫的 risk 還有他的好處 然後希望告訴我們說 有一個 evidence base 在那邊告訴我們說 什麼時候應該去書一個 Prophilectus 的血小板 那 Result 的部分呢 他先告訴我們這個 在 1992 年 很久以前呢 這個 study 就做過說 在 1992 年的時候呢 大概有 70% 以上的醫院呢 都會去做一個 Prophilectus 血小板的輸注 那那時候做出來呢 他告訴我們 小於 2 萬的時候就是一個 Threshold 就是你應該要去輸入血小板了 那這個關鍵一直沿用到現在 我們都是抓小於 2 萬就要輸入血小板 那問題是 近來 近年來呢 有一些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有去做 他告訴我們說 發現 小於 1 萬 他沒有 Major Bleeding 的話 他也許病人也是可以承受得了的 也是不太會有一些 Bleeding Risk 的上升的 所以他認為說 你就算是 1 萬的血小板 他也不需要去輸血小板這樣子 那我們知道 我們最常 大概最常輸血的病房 大概就是在 Heima 的病房 那因為 Leukemia 這些病人 常常都會有血小板掉下來的狀況之下 那所以也有一些 control trial 是做在這個 Leukemia 的病人身上 那他發現說 你 他把他這個 Bleeding Risk 的 抓在小於 2 萬跟小於 1 萬 去輸血小板 這兩組 比較起來 其實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所以 他認為說 你就算小於 1 萬 你再輸也是 OK 的 那另外一個 Single Center 的 Perspective Analysis 那這個 當然病人數不是很多 只有 98 個人這樣 那他去看看這個 Bleeding Risk 那在不同的血小板的數目上面 那他發現說 小於 2 萬 到 1 萬到 2 萬 跟小於 1 萬的病人身上 其實 Bleeding Risk 並沒有因為你的血小板越低 而 Bleeding Risk 就越高 然後他也有去統計說 假如我們今天把血小板的 Threshold 去定在小於 1 萬的話 他其實可以減少 將近 40% 的這個書寫的量 所以 他認為說 假如我們定的更低 那可以節省的成本會更多 那當然 他有提到說 我們的前提之下就是說 譬如說 這個病人是沒有明顯的 Gruelopathy 的一個問題 那也沒有 Cypsis 那也沒有一些結構上的一些異常 那甚至 他的 血小板的功能也是要正常的狀況下 我們才可以把這個 Threshold 拉得更低這樣 那再來 他提到說 這個 那個 新加坡有一個 他們自己定的一個 Guideline 告訴我們說 在沒有一些 額外的 Bleeding Risk 的 Factor 的這個病人身上 我們是可以把 血小板的 Threshold 定在 1 萬下 再輸這樣子 那甚至 更低都 他認為都是安全的 那 再來是 提到說 那 這個 書這個 血小板 血小板的這個 Count 呢 跟這個 Dengue Fever 的 Humorrhage 到底有沒有關係 那 第一個 他提到一個 Prospective Analysis 在 他是坐在 小朋友身上 然後是在這個 Dengue Shock Syndrome 的這個 小朋友身上 那總共有 114 個病人 那 其中有 24 個病人 他有出現了這個 Severe 的 Bleeding 所以他就去比較說 這個 24 個很嚴重的出血的病人 跟其他沒有嚴重出血的病人 他們的 一些 Risk 到底有沒有差別這樣 那 他發現說 這兩組病人呢 他的 掉到最低的血小板的數量 其實是沒有明顯差異的 那 反而是他們 這兩組病人的這個 Shock 的這個時間 反而是有明顯的差異的 然後有更低的 Hematocrit 是有 Hematocrit 在這兩組病人是有明顯的差異的 所以這個 Study 告訴我們說 其實血小板的量好像看起來並沒有 跟 Bleeding 的 Risk 是有關係的這樣 那 另外一個 Study 告訴我們說 這是一個 Resurspective 的 Cohort Study 那 他是在新加坡做的一個 蒐集了 256 個病人這樣 那 他去把他分的好幾組 就是把他的血小板的 血小板低下的這個量分成好幾組 就是小於 10 萬的 然後 5 萬到 10 萬的 2 萬到 5 萬的 那 1 萬到 2 萬的 然後還有小於 1 萬的 那 分成這幾組去看他們的 Bleeding 的這個比例這樣子 那 發現說 其實並沒有說你的血小板越低 你的 Bleeding 的這個病人數就越多 甚至你在小於 1 萬的這一群 反而是 0 趴 那 統計起來呢 這幾組也是沒有 這個出血的機率也是沒有明顯差異的 那 在講完這個 Bleeding Risk 以後 就是講說 這個在 Povidate 的這個 血小板的輸注 到底在登革熱的病人身上有沒有幫助呢 那 在這個 在一篇也是坐在小朋友身上的 Dengue Shock Syndrome 的病人身上 他去分了 2 組 就是 1 組是有 有書 Bleeding 的寫小板的 1 組是沒有書的 那 他發現說這 2 組的 出血的機率呢 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那 甚至是你在有 這個 Bleeding 的這一組身上 他發現他的住院時間會更長 然後 甚至有出現 Promidima 的一些機率在 那 他的 P 值也是小於 0.05 的 那 在另外一篇也是一個 Retrospective Co-host Study 的這個病人 這個 Study 上面呢 他去收集的 全部都是小於 2 萬的 這個 Dengue Fever 的病人 那 其中呢 有 188 個病人 是有接受這個 Povidate 的寫小板的輸注的 然後 發現有書跟沒書這兩組 比起來呢 他的 Bleeding Rate 其實也是沒有明顯差異的 然後 他有去統計說 這兩組病人 有書跟沒書這兩組病人 他回到原本 寫小板回到 5 萬以上的時間 那 他發現這兩組 就算你有書 你也沒有更快的回到原本的 回到 5 萬以上的寫小板這樣 所以 這幾篇其實告訴我們說 你 也許你書這個寫小板 他當然維持的時間不長 而且他並不會讓你的寫小板 更快的回復到你應該有的這個數量 那 甚至你輸了寫小板以後 你要承擔一些書寫的一些 risk這樣 所以 最後 conclusion 的這個 他告訴我們的結論就是說 他認為你 假如你這個病人是 Bone Maril 是有問題的 那 你可以考慮 小於兩萬就輸 就給他Povidate 書寫這樣 那 假如你是 你是沒有這些這個 Bleeding Risk 的話 那 你可以考慮一萬以下再輸 甚至你觀察就好 那 所以 我們這個鄧格爾的病人 當然 它是不會影響到你的Bone Maril 所以 你是可以考慮一萬以下再考慮書寫 甚至你觀察就好 那 他有提到說 有兩篇比較大型的 Retroxpective 的這個 study 去 最後的結論告訴我們說 你什麼時候要去做Povidate 的 Transfusion 他就是說 在你寫小板有快速的掉下去的時候 那 甚至是你有一些Polone 的 其他 Coinculation 是有問題的時候 那 你可以考慮去輸 這個Povidate 的寫小板 那 最後再做一個整理的話 就是 他認為說你這個Povidate 的這個輸寫 大概可以讓他不要 就是不要掉太低 不要掉到小於5000這樣子 那 當然他的前提是說 你要輸 輸的話就是 你的前提就是你不要有一些 Polone 的 High Vever 啊 Sepsis 啊 Vescue 的 Compromise 啊 甚至有一些結構上的問題 然後 不要是這個 Denky Vever 的重症的這些情況下 那你可以考慮說 你可以小於一萬再輸 那 甚至是你就 OBS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最後跟 WHO 的這個 Binning Scale 有去做一個 連結這樣 那他認為說在這個 WHO 的分類裡面 在 Grade 2 以上 那你可以考慮去輸一個 Povidate 的寫小板 那你 Grade 1 的話 你就可以 carefully 的這個 observe 就好了 所以 這個 WHO 的分類 當然是 Grade 1 的話就是很 比較沒有什麼 會影響生命真相的一些 blading 這樣 然後一些比較簡單的 比較一些輕微的粗血 一些 patechia 然後一些 結膜上的粗血啊 那 Grade 2 以上的話 就是會有一些比較 嚴重的粗血 一些 hematoma 啊 甚至會影響到 vital side 需要粗血的這個時候 那 Grade 4 大概就是會粗血一些 CMS 的粗血 那有一些 fatal bleeding 這樣 所以他告訴我們說 Grade 2 以上的話 你可以考慮去輸一個 那個 Prophilected 的寫小板 那 Grade 1 的話 大概就是只要 考慮觀察就好 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剛才看到那個王舌頭 已經簡介兩篇review了啦 就是很多國家的嘗試在利用過去的文獻 做做自己合適的概念 那這些 那其實很多地方 我已經去的國家 都會想要嘗試說 這些原則 是不是適用自己的 自己的國家 那這一篇的話 大概是一個 屬於 Co-coast 他的地方 這個是在一個千里達和托巴格 這是一個在中南美洲的國家 這樣 他所做的 2012 的研究 就這樣子 那 Level of Adds in LB 那他就是 那跟我們台灣一樣 是流行區啦 那他會做這個研究 主要是說 他在 2008 年的時候 那個 那個 盛情率突然增加 就是爆發一個流行這樣子 那他瘦的範圍 大概一年為單位 出去 就是他們國內 剛才那個大一、十二歲的人 這樣 那就直接看結果啦 那他是一個小型的臉狗 那最後他總共收了 168 個人 那這些發病的人的 peak 的話 主要是一個是在重念的 那另外還在年輕的 就跟我們這個 case 一樣 因為男女比例 是沒有什麼明顯的差異的 那高空氣的話 大概是在下丘之間 那當然裡面可以觀察到 當然百分之九十八 將近百分之百人 就如果 雙波散佛P 那至於 所以 捨立的雙波散佛P 大概有將近一半的人 大概有將近一半的人 那符合就是 我們定義就是說 有嬰兒舉人 大概 就是7% 或是符合進展到 WH 比較重症的部分 大概就是 4% 這樣 那沒有病人死掉 那其中呢 在他收了 168 個 case 裡面 有7%被書寫 這樣子 那 其實呢 這13個 case 裡面 有一半都沒有 就是有進展到重症 那就是甚至都 大部分人都沒有出現 這樣子 然後最後統計的結果的話 就是看那個 有紅字亮起來的地方 其實 Planet Transfusion 和 它做相關圖 其實也沒有相關性 這樣子 而且這些 大部分的雙貨骰都批養 所以都自動緩解 啦 而且就是 跟純數學沒有任何相關 但是 這邊大概 的結果 並沒有 推爆我們之前的結論 那缺點呢 就是它的數據 比較 不詳細 這樣子 那就是像剛才講的一樣 他沒有推爆今天結論 他還是建議 Portlighted the title Transfusion 這樣 那 Denkey造成的雙貨骰都批養 是為自己好的這樣 而且跟後面有沒有書寫 並沒有任何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很快 再看一篇的 那這篇的話 是一個Random Mind Control Study 它主要是要看 單格二病人 接受這個細胞蠻 書寫的效果這樣 它是做在巴提斯坦的一個研究 是2013年 那這個病人 它這個研究的話 所有Case也不多 總共87個人 它把它分成兩組 Inclusion criteria的話 大概 就是像 螢幕右邊寫的 大概有14歲的病人 那它符合 感染這個熱熱的條件 那它手腕的話 大概都是把 手腕配來的數 大概小於3萬 那基本上沒有Major bleeding 那如果 它的雙貨骰的病癌 它是其他的疾病造成的話 或是它有些蠻天疾病的 CKD 礦念Liberty Beasts 它就把它排除這樣 那如果它之前已經有輸過 水條碗了 或是有嚴重Bleeding 它就把它排除 那這個的話 它是實驗設計 它有定一些名詞 它有定一些名詞 後面有一些表格 大概會用那個名詞 也不然也是 簡單講一下 P0 就是它那個Base Line 收案的時候 họ輸完 那P1的話 是指說 我們有 治療了這組 就是有書寫导的這組 那書完 然後在一小時內 他會抽一型 幫他寫寫导的數量 那P24的話 是一天的時候 他們會去確認 兩組都會去確認 他的數量 然後 其實當然就是3天 那這邊的PDI 是指說 書寫後 和書寫前的 鞋调文的差异 就是所谓的Post-Transfusion的配合的increment 和增加多少 那PI24就是24小时的这个数字 72小时 PI72就是这个72小时的差值 那在萤幕中间的地方 有个Spontaneous I24 这个是指它是去算说 意义上就是说病人它自己回复的数量 那如果在Control Group就是没有书写的话 那就是20小时剪掉它的Baseline 那如果是在Treatment Group的话 它是用20小时剪掉书写一小时后的Baseline 就书写后的那个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Demographic Data部分大概在年纪啊 性别 甚至是Tangara的轻症重症 然后两组之间都没有什么明显差异的 那主要Bleeding Site的话 大概是以后都没够杀 那时候的部分为主这样 那Bleeding Grade的话 因为它手腕很标准嘛 所以当然都是水标型这样子 那第一个结果的话 那其实我们就是看一下最下面那个 那个表格最下面那个地方 它这Spontaneous Increment在一天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Treatment还是Control Group的 量度并没有明显差异的 也就是说它这个研究做出来的就是书写对病人 回复那个血药本的上升能并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子 那第二个结果 它把细分就是有书写的里面 它要把它细分成有Response还是Non-Response 它这个Response就是定义那个P1的那个值 那如果书写以后一小时有上升到增加1万的话 它把它定义成Response 没有增加到那么多的话 它定义成Non-Response 那我们看第三卡那个 PI72中间的那个部分 它把Non-Response和Control做一个比较 就是发现他们两组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异 这代表就是说 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们其实 基本上 基本上它那个书的书的那个 我们给它书的那个值 已经去用光了这样子 那最后看那个最后一行 它自己增加 那不管是拿两组比较 其实都 都不会有影响 就是再次印证它的书写 对病人它那个血小板 恢复能力并没有什么影响这样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有按照这个血小板 数量多分类 效率1万 然后1万到2万 2万到3万 那最主要统计上有意义 是最上面三个结果啦 那其实蛮有趣 也就是说 嗯 反而小于1万 就是有个趋势存在啦 就是小于1万 它 比较容易 倾向对书写要把没有 Response 它就增加幅度反而更少这样 那大于2万到3万之间 它其实 Response 比较多这样 那有进展到Major Bleeding的 的里面这样子 那反而是血小板数比较多的人 几率好像比较高 就是有一个这样 虽然它那种数不多 那Response 变的方面 就很不幸啦 虽然那个时候其实几个Page 就是有发生两个Transformation Relation 又一个有 就是Transformation Related Long Injury 还蛮严重这样子 那甚至有一个导致死亡 所以它其实一样嘛 它没有 推翻前面的结论 不过它就再次硬证说 就是 我们这个 书写小板 不会影响到这个3 出写的基地 或是说 我们出写之后 直写的这个时间这样子 所以 它还是建议说 我们不要Routine 在这个 Routine 这个Protelectic 来输这个写小板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Case身上 她是19岁年轻女性 来讲 我们稍微超过一点点时间 会找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 其实每一次登科日疫情出现的时候 病例都非常的多 那在北部我们可能感觉不是那么明显 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之前的新闻画面 在南部的医院那个急诊室挂满了文章 那这里面相对一定会有很多病人 是说过三种病例的情况 那如果每个病人都来书写 那是不是 血库的存量是不是够 那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情况 所以我们才特别讨论一下这些 那最后在这个病人身上 其实这个病人没有那些 comorbidity的情况 也没有明显的 bleeding sign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应该可以再等一下 那其实 可能病人后续 spontaneous的那个血小板 就会恢复这样子 那不晓得 关于今天的EBM跟那个 教育储床 不晓得哪一位 各位医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医师 还有两位 学弟的 present 我给你听完以后 有个想法就是 我们血小板不要做 popularity的transfusion 除了反胜血 跟一些risk的考量之外 有没有跟登格热本身的 造成Sombo-Sydopenia 的pastophysiology 方面的issue 因为我们这个 书血小板 会让这个pastophysiology 上的疑念产生 这可能是我比较 concern的人的问题 我再回答一下王副部长的问题 其实相关的study 要真的做在 Dengue fever病人群的study 其实没有那么的多 那 会做这些study 登格热会造成Sombo-Sydopenia 最后还是一些Synokine 跟一些Kemokine 造成的immune reaction有关系 那通常这些都是在 这个病毒的病程结束之后 它就会smontaneous的恢复 所以在书血跟这些Synokine的变化 其实是并没有说 有什么特别的相关性 这样子 那 呃 现在其实连WHO 自己 这种global性的guidline 它其实都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evidence 所以我们才会调这几篇 这几篇就是来做一些比较 然后给大家稍微有点认识 这样 因为站在 假设我是一个变的立场 雪小凡小一万 我会很担心 初雪的revent 可能对我的影响 可能会 也有时候我们想的 想的那个角度 跟病人感染的角度 有时候会有些不同 是 那 所以我 我就是想要 如果看条件没有什么 可以直接认识的说 我今天要是说的雪小凡 会不会加重 本身 拼入WHO 的puzzle 给你这样做 造成了什么 目前没有看到这样子的文献出现 不过 只要有书写 就可能会有tribution reaction 所以可能就是 就是在那个benefit跟那个 跟cost上面的考量上 跟risk上面的考量上 还是稍微得小心一点 我们当初也是因为 这个病人其实非常年轻 都想要掉这么低 嫁数也很担心 所以 也是忍不住 给它准备了些 但是其实所有的证据 告诉我们 应该其实是可以再等一下 这样子 那针对EVM的部分 前面三天是Retual Study的Study 那可能以后 其实Retual Study的Study 基本上它所呈现的好或不好 常常已经有一个 trainment selection bias 就是你在 你把它调出来 你会输雪小板的人 可能他本身 就是underland 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predition 已经有一些worry 他去输了雪小板 那他可能输了雪小板以后 结果两边的event 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 那一去年如果没输 可能event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去 看这个Study的时候 有时候 以后要分析的时候 可能要把那个 病人本身的characteristic 还有trainment selection bias 这个 依修考虑进去 我本来在看这个 Retual Study Study的时候 我想说 这个不大可能去做random 因为你怎么可以把 两群眼睛 有breeding risk 就是说 你这一群不输 你这一群可以输 医学轮理上 说得过去很好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作为 他是 法西斯坦 那我看他做 我看 事实上他 infusion criteria裡面 最下面的一格裡面 你control group 事实上不输雪小板 那一组 WHO grade 2 的breeding 已经有70%了 70%如果依靠 我们刚刚 presentation 是认为WHO grade 2 我们就应该 要去输雪小板 所以 事实上 即使那个是randomized study 我都觉得 这个如果再 坚定国家 去做这种study 我看这可能是很困难 那你怎么样去界定 说我进来的时候 control group 这一群就 不可以去输雪小板 当然 另外一个角度想 是因为 看起来 登哥毕童的双波彩 洛克尼亚是 赔快 就会过去 所以他没有一个 很长的时间 去出现 造成这个 凝床上 进入出来的代理 不过 这个 taple reading的时候 就是 我是觉得这两个taple 看起来 其实都还是 一个是 我是觉得有一些 exco issue 的